大家好,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 大家都知道我国在军事上的能力是日一体高上来的 在几十年以前,我国军事武器完全不能和世界各国相比 但是如今却获得了实力强国的称号 所以不管是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十分受关注 外媒称我国在大力建造一款新型实验设备 这个设备的名字叫做连续气源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式车台 这个设备在出现对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特别是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 因为这种式车台是一个国家在这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这个设备的研发难度之大 但是任何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在我国科研人员眼里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才完成了那么多震惊世界的创举 根据了解,目前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并不多 只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拥有 虽然我国在航空领域的起步比别的国家慢了很多 甚至比有些国家慢了几十年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我国取得了成绩,却是最为快速惊人的 目前我国不仅掌握了这项技术 而且已经成功建造出了一个大型的试车台 对此专家们称 我国研制的涡扇15发动机通过了高空模拟试车 成功取得了突破 预计在不久之后就会投入使用,并且量产 这个发动机是我国特意为了5代战斗机歼20研制的 因为当时这架战斗机在试飞曝光后 它的发动机性能一直没有办法与战机相匹配 而且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受到外界的讨论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就开始研制发动机了 正好就是涡扇15 这个发动机即将投入量产使用 对我国航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根据涡扇15发动机的测试进度来看 我国的歼20战机有可能在2020年 就能把发动机实现全面换装了 到了那个时候 我国在高空中将会具有更强的战斗力 我国歼20战斗力的实力也能够与美国的F22战机相抗衡 甚至在某些领域上来说更为先进 大家觉得这个涡扇15发动机不断改进之后 它将来能成为我国空军发动机的主力吗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与网络与老兵兽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